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郑慧如 一个因为每天跨出舒适圈 而进入4B30 Under 30排行榜的一个台湾女孩 我也秉持这样的信念 让我和家人一起创立的十亿餐饮 在短短的四年之内 就达到国际养名的里程碑 这个故事是怎么开始的呢 我出生在新竹 我爸爸是竹科的工程师 专门做台湾第一代的笔电的研发 画面中这个女孩是我 总是很文静 相较之下黄殿的弟弟 是活泼又调皮 因为爸爸工作很忙 时常早出晚归 所以我们一家人 就是像假日才有办法像这样子聚在一起 小时候有一件事情 让我非常印象深刻 有一天我在画画的时候 因为我想要画出更细的线条 所以灵机一动拿出了削铅笔记 想要将这个蜡笔削尖 在我转下把手的那一刻 悲剧就发生了 这个绿色的蜡笔 直接卡在削铅笔记里面 断在里面 我没有办法把它拿出来 我试了各种方法 都没有办法把这个钻掉的纳笔 从削铅笔记里面拿出来 而我也不敢告诉大人 因为我害怕被责骂 妈妈回来之后 看到这个削铅笔记坏掉 就非常生气 觉得一定是弟弟弄坏掉的 因为弟弟比较调皮 所以他就一直不断地责骂弟弟 但是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办法插上画 我不敢说出妈妈不是这样子 不是你想的这样子 削铅笔记是我弄坏掉的 尽管这句话在我心里面 回到了千遍百遍 我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来 一直到爸爸回家的时候 他就默默地拿出了螺丝起子 把这个削铅笔记打开来 把里面的烂掉的拉笔拿出来 再把它装回去 他告诉我们 如果做错事情一定要承认 总有方法会解决的 还有我们要做一个解决问题的人 而不是只是一个抛出问题的人 听到这里 大家一定觉得我弟非常的倒霉吧 我也超级后悔的 因为我当时没有勇于承认 所以害他白白地被安骂 所以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正直诚信 把握当下 不要事后才后悔 每到假期的时候 我们会带着爷爷奶奶一起出游 我妈妈时常教育我们 就是师比寿更有福 所以我们时常到乡间的育幼院 还有社福机构去探望那边的小朋友 就学的时候 我也是延续这样社会服务的精神 参与返生服务队 以及各种天象的志工 陪伴这个孩子度过充实的假期 大学的时候 我很喜欢听演讲 我在大学的期间 听了上百场的演讲 其中有一个老师说的话 让我受用至今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他说 人生的跑道 就是有好多个抛物线组成的 那每一个抛物线呢 都会升起到最高点 然后慢慢地落下 这个时候 你要站立一跳 到另外一个跑道上面 他说这个转捩点 就叫做机会 那这个机会呢 是无所不在的 你无法预期它的到来 但是它转瞬就会消失 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 只要先向机会说业 然后尽力地准备就对了 听了这席话之后 有一天 我在前往台北的火车上 看到前面的跑马灯 正在招募青年旅游志工 我心里想 何不做一个不一样的 跟原本不一样的志工呢 所以 我就这样跨出了我的舒适圈 来到了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 当了旅游志工 还有青年咨询委员 还在青年政策大运台上获得了优胜 并且获得当时的总统马英九的接见 因为当年我们的政策参采率达到了98% 今天我要特别谢谢 我在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李允杰委员 特别到场来给我做鼓励 在师大的时候 社团的朋友都叫我奔跑的慧如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总是把时间排得满满的 他们看到我的时候 我总是在社团还有协会之间奔跑着 我的朋友都问我说 你有必要把自己搞成这样吗 这么没有极限吗 我在行政院担任青年咨询委员的时候 遇见了我的先生杨博宇 并且跟他一起创业 我们跟NPO NGO组织 还有中小企业一起办了 许许多多的公益活动 他说方向不对 努力白费 所以我们要教他们的是 给他们钓竿 教他们钓鱼 而不是只给他们鱼吃 我也深深地体认到 生命是连续的 有一些事情当下看是失败 但是远看就会是一个华丽的转身 而富有和贫穷的差别 不仅是存在上面的数字 而是他们心里的状态 富有的人永远觉得自己是有能力 为别人付出 而贫穷的人永远是为自己的现况感到不满 所以在我们的餐厅 做的不是为弱势庇护 而是要翻转弱势的处境 让他们变成改变社会的力量 我们的餐厅有六成的员工 是来自于弱势家庭背景的员工 有一些是更生人或是曾经新读的青少年 隔代教养家庭的小孩或是二度就业的妇女 还有生长者等等 我们的共同创办人简纯亭小姐 是家户中心的社工 她会为他们转借一些社会资源 带领他们一起重办公益活动 所以我们就一起带领我们的员工做公益活动 把原本从手心向上是受住者 变成手心向下是可以帮助别人的人 并且和在地的NPO组织 合办一些亲子活动 还有祖孙节等等的 也号召企业一起举办 免费的提供场地还有餐检给他们 同时我们也赞助了海湾青年的自立计划 这也是吉尔吉斯的青年 然后他们都是自立青年 然后在台湾做环岛 并且举办足球比赛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叫做Eleven 因为我们在结婚之前 就在家福中心任养了十个小孩 并且我们设立了幸福基金的制度 让我们的员工在急难需求的时候 没有后顾之忧 我们也和家福中心来合作待用餐 提供给社区中的弱势族群 我的小叔杨宗隆 他也投入了原民部落的改造 以及社区创业的辅导 让这个社会的改变持续地发生 我和我的先生杨博宇 更进一步地号召全国的中小企业 一起来做公益活动 在2016年的时候 中小七种三种发给我一个 欧巴马总统侵入的YouTube影片 他在后召全世界的新创企业 到美国矽谷参加全球企业高峰会 那时候我的英文并不好 但是我一个一个字的用Google翻译 把我们公司所在做的事情 翻译成一大篇厚厚的资料 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天送出 没想到美国白宫 从5400多家的企业中 选中了我们 跟美国欧巴马总统 以及Facebook Twitter Uber的创办人 公开交流 我们也是跟欧巴马总统 我们也是欧巴马总统举办这一个GES的高峰会 七年以来首度获选的台湾企业 我们每天都在跨出自己的出事圈 一化人事管理系统 并且建置平台将我们制参的SOP 线上化让员工可以重复的观看 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也代表台湾在世界资讯科技大会上面来做发表 2018年的时候 我们在世界中小企业年会也代表台湾来做分享 接着我们也到美国纽约 为台湾拿下企业界的奥斯哈奖 Steve Award 这一个金奖的荣誉 接着我们被报导为 不比是30 under 30 30岁以下距潜离青年 去年我们更从1300多家的企业中脱颖而出 在APEC的主会场中开发 为微小型女性创业家促进资金 跟投资的APP 这一切都要感谢我的家人一路支持 每当我们在加班 跟我们的员工一起办活动 或是像今天这样 我可以站在台上跟在场的各位 一起分享我们家创业的故事 都是归功于我的婆婆 因为她是一个我们最温柔的后盾 总是说你们去忙不要担心 孩子我来顾就好 还有跟我们一起创业的家人跟员工 一起分工完成公司里面 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 因为有我们的家人的支持和共同的努力 还有今天你们看到的努力 我想跟大家分享 想事问题 做事答案 赢在行动 输在犹豫 我鼓励大家 每一天都要跨出你的舒适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